老夫妻手前手過馬路 看到一輛客運正要左轉 兩人快步往前走 沒想到下一秒直接遭客運撞上 客運司機發現撞到人 趕緊跑下車查看 救護車趕到現場 但老先生頭部受到重創 擋場死亡 老夫人右腿斷裂 左腿骨折上市嚴重 奇怪 比較低 沒看到那兩個老的 這樣可能嚇過 說最多用來掛在那裡 可能A主 A主的場主要更濃光 坐入頭時常在停車 事情就發生在 以後下午彰化西湖鎮 附近居民說 這一對老夫妻就住在附近 當時應該是要回家 沒想到行進 張水路與原路路口時 遭剛出戰的客運撞上 釀成一死一重傷悲劇 流行駕駛經酒測未飲酒 詳細造成原因 我們再做進一步調查 駕駛員發現 對方車輛要離讓他左轉 左轉的當時 疑似A主擋部失線 沒有看到過馬路的 一對老夫妻 發生這一件遺憾的事件 本公司在此先表達 本公司的欺騙力 及深深的慰問之意 柯運公司表示 發生事故車輛車鄰十年 有配備視野輔助器 以及行車監控 開車的流行駕駛員 任職的三年中 從未有過撞傷人的意外 對於事故發生也相當自責 柯運公司將負起 或許賠償責任 交通局警方 以及當地里長 也前往現場會看 希望能釐清事故原因 著手改善 維護行人安全 三年新聞許舒威 彰化報導